先到第一山市很多人 南北翁來的很重要的道路 在這正正論台翁北中山路 分析島所情的真路花 最近又要冷氣在那四季了 一位內心的民眾金貴家 是歡迎說這個真路花 沒有厚水又要冷氣 就希望說這個中華的幹部團 可以真往來厚水 歡迎說這個金六花 又要四季農會人民的納稅錢 在中山都可以開到很多車 南北翁的真無形 但是在旁邊的行動手 這個灌木金六花 就有大面積在希望的進行 這位每天金貴家 對這個廟墓又有很大行的民眾 就用這個本台來歡迎 這是沒有厚水所造成的 從花壇到園嶺中間的 台縣省道上面 中央分析島種了很多金六花 那做到長得很漂亮 最近裡面感染 有關單位大概是 就是沒有注意到 都已經開始孤危了 孤危程度很嚴重 有八九成 很可惜 希望有分擔任趕快 派人把他交水 以免浪漫工黨 因為重新種植金六花 要花時間以外 要花很多錢 現在國家財政的捷徑 請大家要本的良知 把該做的事情做好 請你們張樹欣 就給我們反應一下 這新民眾歡迎說 這金六花沒有厚水 這幾天來可能會失望 關於單位 交通部中華工部 大大廠 羅英町就表示說 關於大水期到 金六花才會出現這個 大氣的情形 現在已經派人來厚水了 然後他直升這個狀況 我們早就已經有注意到了 所以我們現在每天都在澆水 所以已經每天在澆水了就對了 每天都是澆水 甚至最近都是一天澆兩次這樣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一天就澆兩次了 我們已經是盡量 盡量就是用我們的能力科技的 來去做這個養護 那目前這樣看起來 他有改善嗎 還是說還是差不多一樣 因為我們前一次是看起來 的話是有改善 因為我前幾天 我大概前天我有去現場 比較乾枯的部分 把那個樹枝遮起來 我看它裡面都還綠綠的 以後就暫緊來發生 這個中山道分析到 這個愛灌木搭洗的進行 現在相關單位有個保證 有個發生在要搭洗的進行 也不怪這個熱心的民眾會歡樂 也會怕這個金土花 萬一有個四季 有個保證 實在是人會哪歲人的這歲金 中西新聞告訴我 戴川報道 你面對這個 不可保證